大家好,這是我們針對工作的日本女性與婚姻、生產之類人生問題的相關性進行調查 以前日本的氛圍就是正常的情況下女性就該持續工作專注於家庭 雖然說社會進步了,但依然還有不少人覺得女性只要結婚或生產就要持續工作吧 AM字型曲線就如同幼圖,從年齡層來看女性勞動的比例在圖表中所示的這種曲線模式 這圖表也反映了因為結婚生產而暫時離職,直到月工作到一定程度後再回到職場的這種日本特有現象 日本現在的情況就是從大家所看到的幼圖表一般 AM字型曲線實際是有逐漸改善的景象 在台灣,因為結婚或生產而離職的女性其實並不多 而大多都是雙薪家庭 對日本也有女性會為了家庭而選擇持續原有工作的這種印象 然而實際情況下,日本的女性究竟會如何看待、思考、結婚或生產之類的人生問題呢? 對此我們在九位日本女性的協助之下進行採訪調查 對於即使結婚或有了小孩也希望能夠繼續工作這個問題 九名中有八名回答想繼續下去 有人表示雖然為了生小孩而持續了工作 但依舊想要回到職場 想要找到除了家庭以外也能展現自己的地方 相對的,也有人表達了哪邊都不好說 因為也會想要成為家庭主婦看看 所以各一半吧,這樣的意見 接著,對於辭職了也想要再一次回到職場嗎?這問題 九名中全都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有人表示不論是從經濟層面上還是家庭藝術上都想要重返社會工作 由此可知想要繼續工作的女性其實才相當多的 接下來,關於當有小孩的情況下職場周遭的反應為何這一提問 有人表示有孩子的情況下會比較寬帶,請假也會比較好請 但也有人表示對於周遭的善意感到壓力 再來是有關職場上女性是否有升遷提拔的機會的問題中 回答的八位受訪者都一致回答是有機會升遷 女性也有居於高位者,而且在職也有的是超過半數届位女性 在現代社會,男女皆為平等爭取升遷的機會 另一方面也有人表示,雖然升遷機會是平等的 但若遇到了結婚或生產還是會相當困難 最後,關於目前為止如何面對了結婚或生產的人生問題 這一提問的答案是 透過與心愛的人訴說來消解壓力 或是向丈夫身邊的人尋求幫助等解決方法 透過這次的訪談結果來看 相對以前而言,比起成為家庭主婦更多的是希望能夠出社會工作 現在的社會來看,女性有升遷的管道與取得產家的途徑 也完善了女性能夠維持工作的環境 有這樣的環境之下,女性就是要成為家庭主婦的觀念 也將日益淡化而去 另一方面,現狀上有很多人為了照顧家庭、小孩而分身法術 即使再次工作也選擇較好調整時間的打工 我認為,不論是誰都應該平等地擁有自由 不受時間限制的工作機會 為此,不僅要改變企業方面的制度 讓女性能夠更便利於工作 更要經由改變至今 女性就該相夫教子的傳統觀念 讓女性能夠獲得對於工作的選擇的自由 我希望這是一個能夠讓所有女性都可決定工作是否繼續的社會 而不是迫於無奈 最後是所有組員的活動感想心得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ご静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